王鹏和李游昨天晚上六点钟去一家饭馆吃饭,他们要了两杯可乐。 王鹏点了一盘肉和十个饺子,李游不想吃肉,只要了一盘豆腐。 两杯可乐很快就来了,可是到了七点半,一盘菜都没上。 王鹏去问服务员,服务员说:"你们现在饿了吗?" 王鹏和李游都说:"我们都很饿。 服务员告诉他们:"我们饭馆跟别的饭馆不一样,要是你不太饿,你会觉得我们的菜不太好吃。 可是,要是你真饿了,你就会觉得我们的菜很好吃。 所以,我得等你们很饿了,才能给你们上菜。 想起来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